其實他概念其實跟清除有點類似 只是差別是一個是把他的底色換成黃色 一個是把他的資料直接就放在這邊來 那怎麼樣可以把這個資料放在這邊來呢? 所以跟各位講,格式化跟格式化清除 其實直接可以拿來當成前七名的範本 那怎麼改?其實我們來改改看好了 首先的話前七名是把資料把它搬過來這邊 複製過來的意思 那差別只是說把底色換成複製的動作 所以我的習慣是直接把這個SARB 格式化的SARB到EndSARB選起來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底下,把它改一下名稱 這個叫前七名 假設我們這邊的話,那怎麼改? 那首先的話你會發現他的條件都一樣 有沒有,回圈範圍一不一樣?一樣 條件一不一樣?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個是加底色,把底色換成黃色 那可是我其實並不是要把這個底色換成黃色 而是我要把什麼呢? 這把它delete掉 我要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這個裡面的資料如果你要寫的話 你就寫成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SARBID的A欄 指的就是他裡面的12這個資料 寫成這樣子 那如果我要複製到F2的話呢? 那我要怎麼複製? 所以之前蠻多同學常常在問說 老師我學了半天 我還是不會把某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去 那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把某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的話很簡單 在那個VPA裡面只要加個等號就可以了 然後前面的部分就寫這樣 把這邊改成2 把這邊改成A 把改成那個什麼? 改成F F欄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複製到這裡的話 寫法非常簡單 就是直接寫這樣 這個資料複製到這邊來 那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等號 OK 有沒有 那這個等號的話 其實在這邊並不是說它的計算結果 不像以前你那個以前數學裡面 學的那個等於的結果 在這裡的意思應該是什麼? 把後面的資料 把它怎麼樣? 把它複製到這個前面的儲存格位置 所以這個等號有點像把後面的資料 把它傳 應該是要複製也可以 複製到前面 其實就寫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設寫這樣的話 我們把它執行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執行的話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老師我剛剛12放過來之後 那下一個是放什麼? 放21 然後21又放在哪裡? 放在F2的位置 所以21又會把什麼? 把剛剛的12蓋過去了 所以變成怎麼樣? 最後得到應該就是最下面這個 所以如果現在執行的話 會得到什麼結果? 如果現在執行的話 答案應該是多少? 猜得出來嗎? 如果現在執行 39 為什麼? 因為12放過來之後 21又放到那個位置 又蓋過去了 27、28 所以最後的話是39 那你說是不對啊 我應該是一個清單 應該是什麼? 先放在第二列的位置嗎? 然後再下來應該是放在第三個 而不要放在原來的2 那怎麼辦?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2的位置 我們實際上是需要有個變數 也就是說呢 這個變數的條件是什麼? 它的第一次是2 第二次變成3 再來變4以此類推 所以如果我需要這個變數 假設我習慣給它一個名字叫K 那這個K的變數 一般我會在回圈的上面 給它出始值 也就是K等於2 也就是說呢 當它這個K 它原來從第二列開始 好 那你說老師 那我怎麼樣把這個K變成3 變成4 以此類推 那其實很簡單 其實你在這個下面加一行 就是當資料複製過來之後的話 底下我做一件事 就是把K加了1之後存回去 所以K等於K加1就可以了 那一樣 這個地方的等號一樣 就是把後面的計算結果 把它放到前面去 所以2加1等於3 那3再把它放到原來K的位置 K你說K原來的2怎麼辦? 就被蓋掉了 就跟剪貼不一樣嘛 反正變數裡面的資料 就會隨時會被覆蓋了 OK 所以它就變成什麼? 放在下一個 有沒有 所以下一個就變3 4 5 6 7 一次類推 所以這樣程式就寫完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那最後的話當然 所以其實剛剛改 基本上只有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有沒有發現 我是把 上面的格式化 這個地方 本來它是底色變成黃色 這個地方把它刪掉 然後這個就是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12 把它複製到F欄 然後這個F欄 因為它放的位置 第一次放2 所以我就增加一個變數叫K K等於2 然後當它只要複製一個之後 後面加K等於K加1 這樣就可以解決剛剛的問題發生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話 執行 那就會有個清單出現 有沒有 12號 21號 2728 333439 應該沒問題 最後它一個再清除 所以 前七名清除 清除的話其實不用拿前面的 看如果要清除的話 就是再加一個 前七名清除 然後清除的話 如果我們要寫的話 當然不用 4到100 4 2到 應該不用到43吧 應該到多少 執行的話 應該只要到多少 到8嘛 所以這邊可以改一下 2到8 然後Enter兩下 打個NAS 然後清除的話 應該是清什麼 清那個SalesI列裡面的F欄 裡面等於空的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I 然後等於空的 這樣就清除啦 我可以試一下 所以這個把它清掉 有沒有 前七名清除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增加了 總共有六個按鈕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前七名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好像比較貼心 有沒有 直接就是一個清單 直接告訴你 這七個號碼 應該買哪一個 所以假設你要去 這個投資一下 就是 看能不能少分都二十年 也許你可以利用這個資料 統計結果 假設啦 OK 不過這個我們重點 並不是在 就是買那個樂透的問題 我們是重點是 算出那個排名的結果 但是呢 這個做完之後呢 馬上就有同學 問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蠻好的 他說老師 目前排序的 排列的名次 他是按照排名裡面 先找到 小於等於7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可以把 這個排名的那個號碼 我不希望按照 找到的先後的事序 而是希望呢 能不能幫我把它改成 就是說 這個地方 放的前七名 F2裡面放的就第一名 F3就放第二名 以此類推 所以F2 也就是第二列放第一名 然後呢 第三列放第二名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按照呢 他的名次順序來排列 這個其實可以想想看 方法絕對不會只有一個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哪個方法是最簡單的 試試看這個部分 前七名的部分 我看一下 雲端上面其實我有放 最後的答案吧 清除 那清除的寫法 除了可以用Sales之外 其實也可以用那個 就是 Range的方式清除 這個我想你們可以參考 那按照順序 按照1到7排名 你們可以自己先想想看 嗎